来了来了 一艘小日子过得不错的破冰船 从茫茫的冰洋上驶来 她在大海上已经漂泊数十日 可诡异的是 这艘体型巨大的破冰船的甲板上却空无一人 此时的船舱内 一名穿着合适巫女服的女人坐在桌前 用着毛笔在卷轴上写着什么 奇怪的是那墨水并非黑色 而是如鲜血般的红色 一旁戴着暴同帽的男人在她面前半跪了下来问道 我今天的运势如何 巫女很是恭敬地点头道 上集 暴同帽的男人大喜 看来不要几日我们便能登陆临海市了 她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沙发 上面坐着一名体型剑朔身形如同棕雄般的男人 那个男人身穿黑色西装翻看着一本航海杂志 大公回 我们还有几天能登陆 名为大公回的男人头也没抬得回应道 还有三天 暴同帽站起身有些期待地说道 三天之后 我们就会在那片被称为神舟的地方登陆 然后在那谱写一段属于我们的传奇故事 调查小队在天海市的任务结束后 白礼长青他们的车子经过检查后驶入了厚重的金属大门 刚回归就有工作人员带他们进行消毒 随后一名身着军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军官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是统帅朱正的秘书兰兴成 见到白礼长青后他说道 白礼忠孝 请跟我来吧 一行人便跟着他走进了一栋建筑 紧接着兰兴成带着白礼长青一人来到了指挥中心 那里正是最高统帅朱正的办公室 朱正五十岁上下 脸上一直带着钢铁般坚毅的神色 白礼长青朝着朱正行了的军礼 朱正背着手点了点头说道 这次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不错 原本我还以为你们要暂时撤退 然后由总部对天海市进行毁灭式打击了 现在这样也好 起码保住了天海 白礼长青说道 这次行动多亏了编队 要不是他选择牺牲自己 牵制住了那名伊普西龙级的艺人 我们所有人恐怕都要交代在那里 文言朱正表情忍不住出现了一亩悲伤 天海这座城市他并不是十分在意 为了这座完全可以舍弃的城市 损失了自己的一名心爱的大将 属实是有些可惜 虽然知道编军舞早晚会有那么一天 但此时的朱正还是不禁为之惋惜 他看向白礼长青招手道 坐下来聊吧 朱正当即开口问道 这次天海市的行动 有没有发现一些好苗子 可以带到总部这边培养的 白礼长青挺直腰板坐在椅子上 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张艺的影子 但是按照他们的约定 他不能向眼前的领导 暴露张艺的真正实力 心思斗转之间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天海市确实有几个实力不错的人物 青浦基地的行天 杨胜基地的萧红炼和诸葛蜻蜓 赵玉基地的陈静观 以及张艺梁岳和杨幂 他故意将张艺的名字放在中间 以为这样便不会引起朱正的注意 没曾想朱正听完却点了点头说道 这些你们已经早都在报告中说过了 说着他一脸严肃地看着白礼长青道 可以仔细跟我聊聊这个叫张艺的吗 文言百里长青不禁紧张了起来 心想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 万万没想到 朱正早已注意到了这个叫张艺的男人 毕竟一切关于他的资料都太过于亮眼了 首先他是施朝前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团队 有传言西山基地的覆灭也与他有关 而且他在拜雪教的联合作战之时 表现出的强悍的狙击能力 几乎以一己之力狙杀了所有铜甲师 在后来的大决战中也是他利用空间系强大的防御力 硬生生地挡住了原空夜的进攻 可以说没有张艺的力挽狂澜 这次天海市的任务一定会失败 而且他们所有人的命也很难保住 如此多的亮眼事迹 即便是百里长青想刻意隐瞒也不大现实 想到这他也只能将最后的大决战给掠去 但仅仅是在原空夜之前的事迹 就足够让朱正对张艺提起兴趣 百里长青认真地看着朱正说道 张艺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不仅足智多谋 而且还拥有极为罕见的空间系异能 若是能将他招揽进我们总部 那绝对也是精锐级队员 不过很快他就话锋一转 不过他这个人的心思和性格很难让人放心 朱正谋光一鸣 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人性情很差是吗 其实江南大区招人的第一准则并非是能力 而是对大区的绝对忠诚 百里长青也正是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如此说 他继续说道 张艺这个人性格非常的自私 或许是因为漠视残酷的原因 导致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团体意识 在战斗中总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 时刻做好了抛弃队友跑路的打算 另外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给人感觉就是毫无信仰 说到这就连百里长青都觉得有些过了 毕竟被地里诋毁人家 也容易影响他自己在领导心中的印象 随即百里长青赶紧照 不过在末世里这种心态也是能够理解的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而已 听完这番话后 朱正果然对张艺的兴趣淡了不少 而且在他眼里 张艺也不过是个有点小聪明的德尔塔级艺人 就算是稀有的空间细异能 他的性格也不好把控 朱正不禁思索道 如今边军武已经战死 暴雪城也找不到与其实力接近的艺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那么眼前的百里长青便是队长的最佳人选 百里长青实力尚可 虽然比不上六大调查队的队长 但也强于普通队员 关键是他执行任务经验老道 在队内也颇有威望 想到这朱正抬起头对白里长青说道 边军武的阵亡我深表痛心 但他的位置不能空缺 从今天开始就由你来担任黑袍小队的队长 文言百里长青激动的身躯猛然一颤 他赶紧站起来朝朱正行了个军礼 多谢统帅栽培 我一定竭尽所能 为统帅和暴雪城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朱正点了点头 正是文件这两天会下达 这次任务你们黑袍小队计团体一等功 边军武计个人一等功 他的家属可以享受猎属待遇 百里长青激动的点了点头道 多谢统帅 走出大楼的百里长青心情极佳 虽然刚刚对朱正隐瞒了一些事实 但这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张义不用来暴雪城 编队长的妻儿从此也将一事无忧 自己也如愿升职成了队长 欣喜之际 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声音 百里副队长 不对 应该是百里队长了 来人是暴雪城科研部首席教授李雪凌 他懒洋洋地问道 你报告里提到的那个东西呢 百里长青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银色的盒子递给了他 并提醒道 这个玩意生命力极强 这次天海市的丧尸危机与他有着莫大的关联 李雪凌挑了挑没道 好像也很一般嘛 百里长青有些尴尬 这玩意几乎灭掉了整个天海市 但在李雪凌口中却并没有什么作用 这也难怪 这位教授研究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收起血藤后李雪凌便转身回实验室去了 而在百里长青离开之后 朱正一脸凝重地坐在办公椅上 这次天海市危机的严重程度出乎了他的预料 毕竟队长及人物的阵亡还是末世以来的第一次 朱正双手交叉地思索到 光是靠暴雪城的力量 很难持久地维持江南大区的稳定 看样子是时候凝聚一下整个江南大区的力量 想到这他立马通知了秘书蓝星城 让他以江南大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出通知 目标是辖区内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势力 告诉他们十天之后 我将在暴雪城举办一场整个江南大区的一人大会 请所有一人务必前来参加 若有人敢不服从 那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生活回归平静之后 张义一直在观察着一件事 那就是利用冰魄觉醒异能的杨幂 袁空叶的死去不知道会不会对冰魄觉醒者有影响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天 杨幂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 在袁空叶死去之后 冰魄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缺点 如今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宝贝 想到这张义决定将剩余的两颗冰魄给身边的人使用 随即他叫来了杨欣欣周可尔和陆可然 他告诉他们三人 在袁空叶死后 冰魄已经百利而无一害 现在剩下两颗冰魄 你们三个人自己决定怎么分配吧 毕竟你们都是对我很重要的人 我也不希望后此薄比 谁知杨欣欣却直接说道 我就不用了 就把机会留给他们两个 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自信地说道 我的头脑就是最好的异能 相比之下你们更需要他的力量 所以我就放弃吧 陆可然望着杨欣欣忍不住问道 欣欣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杨欣欣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当然考虑清楚了 你们不用管我 去获取你们想要的异能吧 陆可然与周可尔二人 对异能的渴望都写在了脸上 他们自然是非常感激杨欣欣的大度 张义也没有再多言 他取出冰魄目光 认真地盯着他们二人 使用方法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 放在眉心即可 陆可然与周可尔取过冰魄 那玩意入手冰凉软软坦坦 就像是某种活物一般 二人将冰魄按在了眉心处 很快他便自行融入了二人的脑袋 随后张义叫二人躺在床上 张义则坐在一旁 耐心地观察着他们的变化 十几分钟后 陆可然率先出现了反应 只见他开始变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 就像是刚跑完十公里一般 忽然他睁开了眼 见状张义好奇地站起身问道 成功了吗 陆可然缓了两秒半后 激动地握着拳说道 张义哥哥 我成功觉醒异能了 说着他拿起桌上的一根汤匙 紧接着眼神一鸣 那根汤匙就迅速弯曲了起来 张义听着也有些激动 那也就是说 那些武器由你经手改造后 又能大幅地提升性能对吗 陆可然自信地说道 那是当然了 而且不光是武器装备 一切机械类材料到我的手里 我都能将其改造成最完美的形态 听完张义更兴奋了 那太好了 你这异能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有时间把我的那些武器装备 全部强化一面 陆可然脸上止不住地兴奋道 保证完成任务 对了张义哥哥 帮我的异能取个名字呗 张义推托道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异能 最好还是你自己去吧 谁知陆可然却一脸认真的看着张义说道 我的命是哥哥救的 异能也是哥哥给的 所以还是哥哥给我命名才好 张义知道这是陆可然在向他表达感激和忠诚 仔细思索一番后张义说道 你的能力是操纵机械 那就叫神机操持吧 显然陆可然很喜欢这个名字 就在这时 床上的周可尔也缓缓地睁开了眼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张义觉得周可尔的皮肤比以前更加的白呢 似乎身材也更加风云了一些 醒来的周可尔见张义用这种眼神盯着他看 脸色立马微微一红道 我这是又变好看了吗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张义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笑道 确实好像更好看了些 不过你一直很好看啊 这一波狗粮让一旁的杨欣欣和陆可然有些措手不及 周可尔看着已经醒来的陆可然好奇地问道 可然你成功了吗 你觉醒了什么异能 陆可然闻言笑道 张义哥哥刚当给我的异能取了名字 叫神机操持 让细胞快速修复再生 而且这个能力不仅可以自己用 还能用在别人身上 闻言陆可然不禁大惊道 难怪你的身材似乎都变好了呢 皮肤看起来也更加的水嫩了 杨欣欣和陆可然实在是有些羡慕嫉妒 毕竟这种能力无疑是每个女人都渴望得到的 周可尔抬起自己的手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我这双手还可以治愈别人的病 甚至可以代替手术刀对人体进行手术 说着周可尔缓缓地走到了杨欣欣跟前 杨欣欣不明白周可尔想要干嘛 周可尔却来到她身后笑着说道 我想试试能不能治好你的腿 没等杨欣欣反驳 周可尔就举起帽着绿光的手伸向了她的后背 下一秒 周可尔的双手竟直接没入了杨欣欣的后背 杨欣欣也能感觉到体内有东西在搅动 但那种感觉并不会让她感觉到痛苦 反倒是有一种什么东西被清除掉的感觉 不久之后 周可尔抽出了双手 手心似乎紧握着什么东西 她一边打开一边说道 这块东西是我从你脊椎里取出来的东西 欣欣 现在你试试能不能站起来了 杨欣欣欣心情开始复杂了起来 瘫痪这么多年 她内心最渴望的就是能有一双健康的双腿 让她能像一个正常女孩一样行走 陆可然也急忙在一旁鼓励道 欣欣 你快站起来试试 说着她伸手扶住了杨欣欣的手腕 杨欣欣颤抖着双腿开始发力 她竟清晰地感觉到 多年没有感觉的双腿慢慢有了某种力量 在陆可然的搀扶下 她一步步地很快就适应了走路 陆可然也松开了自己的手 杨欣欣此时的感觉就像是在梦里 她激动地朝着这边扑来 周可尔也替她觉得高兴 正准备伸手去接她 可没想到周可尔却越过了她一头 钻进了张懿的怀里 周可尔有些无语 甚至有点想把刚才取出来的那玩意 给重新塞回去 她高兴得像一只飞舞的蝴蝶 兴高采烈地就夺门而出 打算跟每个人分享自己的喜讯 就连平日最受她嫌弃的徐胖子 也没有被遗漏 张懿在二楼看着这一幕不禁感慨道 有异能还真是便利啊 竟然这么简单 就治好了她多年来的瘫痪 这要是放在以前 那绝对是个医学奇迹 这是否属于一种物种进化呢 由于天在让蓝星上大部分生物灭亡 幸存者相当于是活种 他们因为进化出了异能后 才能繁衍出更强大和优秀的种群 而且我似乎已经把握到了进化规律 周可尔与陆可然文言不由头 我终于确认了这一点 你是医生 所以你觉醒的是治愈力 可然是机械师 你的能力就和机械有关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自身能力的觉醒 与本身具备的能力息息相关 或者是内心越渴望这种力量 觉醒的异能就越和它相关 甚至这种欲念越是强烈 所得到的异能就越强大 周可尔思索道 好像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哦 刘大叔是枪击导致的觉醒 所以他肯定是想要更坚韧的体格 所以他觉醒的是强化性 徐春雷是在冻死边缘觉醒的异能 他是希望自己可以抵御得住严海 梁老师是舞痴 他肯定是想得到更快的速度 与更强的力量 杨幂最近一直在研究美食 所以他的异能也是与食物有关 听到这陆可然不禁问道 张义哥哥 那你为什么会觉醒空间异能 该不会是因为你是仓库管理员吧 听到这张义不禁思索道 他死前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他钱是因为承受了太多缺乏物资的 所以才会在重生后觉醒空间异能 那么我的重生会不会也是一种异能呢 张义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说道 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猜想 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地加深对自己异能的了解 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去开发他的钱呢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残酷的末世下 更好地生存下去 随即张义招手叫陆可然过来 我刚好有个东西可以验证一下你的异能 陆可然一脸的期望 他也正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 张义打开一空间 从里面取出了一颗黑漆漆的子弹 可然 你看看能不能试试复制这颗起源弹 陆可然小心翼翼地接过起源弹 在他手指触碰的一瞬间 他的大脑当中就分析出了他的材料配備 他皱着眉对张义说道 这颗子弹非常特殊 他里面使用了12种非常稀有的金属 仅仅一颗的造价估计都不低于10万 张义问道 那有办法复刻出来吗 陆可然一脸自信地回应道 这个对我来说毫无难度 只是材料这方面会比较难搞一些 文言张义开心地笑道 材料不是问题 我会叫行天和萧红练他们帮我寻找 天海市也算是华国顶级的一线城市 不管是高校还是科学实验室都非常多 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需要的材料 你只要负责帮我打造出来就行 你赶紧列一个清单出来 我去分给几大势力去寻找 趁着现在是休整期 我们必须快速升级一下装备 下次要是再有什么危险降临 我们平安的几率才会高很多 在拿到陆可然给的材料清单后 张义又故意在里面添加了其他不相关的物质 随后随机分成了三份分别发给了三家势力 这样的话他们三家接到材料列表后 也看不出张义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们自然也很是高兴 在他们看来 张义吩咐他们做事那就是拿他们当自己人 几家势力争先恐后的就去帮张义收集材料 不出几日 各种材料便陆陆续续地送到了陆可然的工作室 得益于异能神机操持的加持 陆可然很快便成功复刻出了起源弹 张义看着子弹不禁问道 你这个怎么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起源弹不是黑色的吗 陆可然得意地回应道 我在起源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为了提升穿透性我加入了老元素 而且我还在弹体内加入了重金属毒素 一旦敌人重弹 重金属的感染会让他的伤势更加严重 文言张义缩回了刚要去拿子弹的时候 加了毒素是吗 你可真是太了解我了 陆可然骄傲地说道 我就说张义哥哥一定会喜欢的 毕竟你平时的风格就是这样 陆可然刚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他本想说不择手段或者无下限之类的词语 张义有些尴尬 那这玩意要是有毒的话 我该怎么使用呢 陆可然笑着说道 毒素在弹堂里面 只有经过火药的燃烧 毒素才会被激发出来 我给他命名为圣银子弹 这样的话就能和起源弹进行区分 免得到时候被人发现你山寨江南大区的弹药 张义忍不住地给陆可然点赞 随即他伸手接过了圣银子弹 接触的瞬间 他确实能感觉到一丝轻微的不是 还好他的异能是空间系 这种感觉或许并没有那么明显 张义还在研究子弹之时 陆可然又捧过来一个巨大的箱子 张义健壮立马眼前一亮 看这个箱子的长度 张义兴奋地喊道 这里面该不会是给我打造的新枪吗 陆可然讨喜地笑道 张义哥哥你可真聪明 一看就猜到了我打造的新家伙 张义忍不住地接过箱子打了开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套暗银色的武器 张义直接开始把玩了起来 那种恰到好处的分量 以及完美的质感 让张义爱不释手 这几乎让张义兴奋到 想搂住陆可然亲上一口 陆可然骄傲地说道 这个是我专门为你私人定制的 武器和子弹是配套的 只有其中一样是无法使用的 张义很快就熟练地 搞清楚了如何使用它们 兴奋之余 他也没忘记奖励陆可然 可然 这次你做得实在是太好了 你要什么奖励尽管提 陆可然听完小脸瞬间刷得一红 张义大哥 我想要一套机甲 对此张义自然是没有阻拦 你就放手去做吧 需要什么材料尽管跟我提 文言陆可然瞬间就开心地向着孩子 就在这时 张义的手机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抬手一看 居然是江南大区发来的邮件 张义不禁心中一动 难道是百里长青把我的消息给卖了吗 一旁的陆可然看着张义表情 突然变得如此严肃 他知道事情一定不简单 张义刚刚还在为成功复刻起源大而欣喜 一封江南大区的神秘邮件 却让他顿时一惊 张义心想到 该不会是百里长青没有遵守承诺 把我的消息给透露了 张义心中开始担忧了起来 毕竟如今自己的小日子越过越好 他可不想去做别人的小弟 他并不打算将此事告诉陆可然 随后便一人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他当即给百里长青拨去了电话 此时的百里长青正在暴雪城带着儿子吃饭 见到是张义来电 他也不由地僵住了脸 毕竟自己能够成功荣升队长这件事 可是有一个大秘密 这就相当于自己有把柄在他手上 一旁的小虎看着表情古怪的 老爹不由地问怎么 百里长青自然是安慰道 是工作上的事情 你先去找妈妈吧 随后他自己一人来到了卫生间锁上了门 这才接通了电话 百里队长 近来可好啊 张义的语气略带细血 这让他更加紧张了起来 托你的服务 我当上了队长 你联系我有什么事吗 张义直截了当地说道 江南大区的召集令是怎么回事 你赶紧先跟我透露透露吧 听到是这件事 百里长青总算是长输了一口气 这是统帅的决定 他准备整合江南大区一切有用的力量 张义谋光一鸣 这是准备将我们直接收编是吗 将所有人整编成一人部队 然后由大区统一管理是吗 百里长青也不太确定 这一点我们也不清楚 毕竟高层的决议也不会向我们一线人员传达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总部供养一名一人的成本可不低 一旦达到了一定数量 那肯定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这样的话就算暴雪城有再多的物资储备 那也经不起这种消耗的 吃饭是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培养艺人需要的药物 文言张义好奇地问道 还有这种东西吗 百里长青笑道 那是当然 大区掌握着国家最先进的科技 以及最专业的培养艺人的手段 要不然暴雪城的艺人为何都普遍 比其他城市的要强一些 张义算是长见识了 但他并不羡慕 要是变强需要牺牲自由来换取 那他宁可不要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够强了 张义笑着说道 你们大区的意思是 又要我们服从你们的管理 又不愿意给我们提供物资了 百里长青耸了耸肩道 那也不至于 如今外界的艺人 也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统帅想要利用好这股力量 避免以后会继续产生内耗 最后会影响江南大区的整体实力 张义知道这次大会肯定是逃不掉了 毕竟不去的话就相当于跟大区作对 自己肯定会有大麻烦 这样的话过去看看也不是不行 只要隐藏好自己的实力就行 挂断电话后张义立马召集了所有人 在简单说明情况后 张义打算确定一下前往大会的人选 这次自然也是老样的 梁月游大叔花花和徐胖子一起前往 其他人留守 这时周可儿忽然眼巴巴地看着张义说道 张义哥哥 我也想去看看 难得这一次整个江南大区的艺人集会 我好歹也是个艺人 说不定我能帮上一些忙呢 张义却笑道 我们又不是去打仗 你就别去添乱了 周可儿却撒娇道 大会时肯定是鱼龙混杂 万一跟别人发生了冲突 有我这个贴身的私人医生在场 你不是也会更放心吗 张义果然还是挡不住周可儿的撒娇攻势 不过周可儿这次要求一起去开会 也不是毫无理由 他告诉张义道 有个贴身的私人医生在 这样的话就算是受伤生病 也有我来给你治疗 虽然暴雪城也有医生 但你能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他们治疗吗 江南大区掌握着极为先进的科技 一旦被他们这么一检查 很可能会暴露自身的实力 甚至连异能的具体情况 都有可能被研究个底朝天 最主要的是 万一他们拿到了你的基因样子 然后根据你的特点 制造出克制你的武器 那样的话我们就危险了 文言张义目光愈发地深邃 不光是张义 其他几人听罢也是后辈发凉 周可儿这番话成功说服了张义 张义点了点头道 那你就跟我们一块去吧 周可儿立马开心地向着孩子 这时陆可然也立马快步走了过来 他也自告奋勇地说道 张义哥哥 也带我一起去呗 张义看了眼陆可然不由地揉了揉脑袋 你就别闹了 你们要都跟过来的话 我可照顾不过来 这时陆可然却给了张义一个 让他无法抗拒的理由 大哥 江南大区有那么多的先进武器 除了起源弹外 肯定还有很多你根本想不到的东西 他拍着胸脯自信地说道 只要给我一个接触他们的机会 我立马就能分析出来 他的构造和材料 等我回来后 我很大概率能做出来 张义文言立马激动地抱住了陆可然 去 必须要去 谁都可以不去 就我们家可然妹妹不能不去 至于剩下的人 则并没有跟过去的打算 杨幂和周海美就喜欢待在家里 安静地享受岁月静好 而杨欣欣则要在家中 给张义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毕竟家里的各种系统 也只有她和张义熟悉 决定好后 张义立马给对方回复了三个字 已收到 这也算是基本的礼貌 毕竟已读不回容易 给人留下傲慢的印象 很快那边有发来一则消息 请于4月7号下午2点半 在陆江区小庙山地铁站等候 届时会有专人过来接应 这让张义有些意外 居然还有专车接送 距离会议还有两天 张义叫所有人 先去准备要带的东西 自己则开启了电话会议 邀请了萧红练和邢天 他们也已经回复了会议邀请 而且跟他们一样 也是让他们来 小庙山地铁站等候专车 张义不禁问道 这个小庙山地铁站 有什么说法吗 难道到时候 可以坐地铁过去吗 这是萧红练说的 华国的交通分两种 一种是民用 一种是军用 有些秘密的交通线 是不会对外开放的 而小庙山那里 正好有军用专列经过 张义这才明白 在末世也能正常运行 这可真是厉害 感慨之后 张义也不忘提醒他们 去的时候不要带太多人 带几名精锐艺人随从即可 挂断电话后 张义还是不禁感慨道 希望到时候 可别出什么岔子 毕竟这一次 他们可以战斗的力量